刘嘉峡水库严控出库流量保防灵安全 新华涉兰州12月17日电 受冷空气影响 黄河内蒙古河段16日出现京东首次风洞 刘嘉峡水库随即进入风河流量运行模式 将日均出库流量控制在560立方米每秒 为黄河平稳风河创造条件 近期我国北方地区气温显著下降 据水利部门介绍 16日12时 黄河内蒙古河段土沃特六七鹤城 全村附近出现首风 首风日期较常年偏晚13天 风河前三日平均流量为827立方米每秒 接近预案设定的风河流量 风河水位平稳 为有效应对聆讯 刘嘉峡水电厂按照黄河防总调度要求 密切关注灵情信息 严控刘嘉峡水库出库流量 在确保河道流量均衡的同时 加强低温天气下的护外设备巡检 保证防灵期间安全发电